蔡英文总统将国旗与团旗交给 世大运中华代表团长江汉森 同时制证家蔡金 由田径选手阿美族的杨俊翰代表接受 蔡总统支持中 勉励每位选手保持最佳状态 并全力以赴 把奖牌留在主场 而政府也将推动国民体育法 落实体育改革 给选手与教练最实质的协助 现在国民体育法 已经在立法院通过出审 国民体育法是踏出体育改革 关键的一部法案 特别是在各项协会改革的部分 我们强调组织开放化 财务透明化 营运专业化 业务考课客观化 这都是我们要逐步落实的目标 我们要用国民体育法的改革 来带来体育界的新气象 本届世大运台湾组成史上最大的代表团队 预计参加22项运动竞赛 总计有371名选手 对资源总数达555人 距离世大运开幕不到10天 所有选手都已进入最后备战阶段 最后一个礼拜的调整 就是希望就是 主要还是以恢复为止 然后专心的准备世大运 就以平常心吧 对啊 然后还剩大概一个礼拜多 然后希望调到比赛 能调到最好的状态 要参加比赛的选手 就是还非常的多 然后项目也非常的动作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帮各个项目都加油 今年世大运台湾代表团 以突破历届最佳的 七面金牌为目标 甚至乐观预估有11斤的机会 这次评估大概是 会超过七块金牌 那大概在十一块左右 加油 蔡英 加油 国防队 加油 总统蔡英文表示 这是我国参与世大运以来 人数最多的一次 希望大家挑战自我极限 把平常训练的内容表现出来 也呼吁国人一起拉抬 台湾主场优势 到场为国手加油 记者歌手高雄左营采访不到